Labron James 早安 我是马骨 如果说到小皇帝Labron James的好搭档 你会想到谁 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的是热火山王 又或是骑士山巨头 再来就是今年刚拿下冠军的Anthony Davis 久一点的话还可能会想到大力Sardinus Igazkas 不过这些都不是这次我们要谈到的球员 这次要谈到的是Labron的初代后场好伙伴Jeff Jeff McKinnis Jeff McKinnis 从小就是个具有运动天赋的球员 篮球及美式足球双七 本来是以美式足球为重心 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职业美式足球员 一直到他八年级在一场比赛受了严重的伤后 才认真的改打篮球 高中就读相处山学院 在二年级时他和队友Jerry Stakehouse 组成的后场组合正经全美 成了最可怕的大党之一 后来双双决定加入北卡大学 当时北卡一口气来了两名像素山学院的超级新人 再加上童年入学的怒吼天尊Lashie Wallace 正终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 McInnis大学时期就展现了优异的双能位能力 可以自行得分或是帮助队友创造机会 但他的锋芒依旧被压在两位明星队友之下 就算两位队友气血加入NBA后 北卡也马上来了Antoine Jameson 分走了大量的眉光灯 本来完成大学四年的学业 一直是McInnis的首要选项 但是一切都在他大学三年级时发生了变化 他不得不做出选择 1996年一个大量天才加入NBA的黄金年份 在此时决定气血投入成秀似乎有些过于大胆 尤其是对一个大学表现并不算特别土俗的家伙来说 不过当时McInnis的主妇生了一场重病 极需要钱的他认为加入NBA是最快的赚钱机会 McInnis回忆当时说 在大三气血是个很困难的决定 但是我极需要钱 而且我也知道打篮球可以赚钱 我知道我能进NBA的 当时北卡大学教练Din Smith教练说 我告诉他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再多打一年 我不确定现在投入选秀对你来说是好是坏 我没把握你能在首轮就被选中 McInnis对于教练的真心话及关心感到相当感动 但在跟教练说明白 为什么想要在这个时候起学参加选秀的理由后 教练也表示尊重并且给予祝福 1996年选秀McInnis也如同预测一般首轮落选 一直到了第37岁位 才被当时白肥带去Dinfo金会队给选入 起先McInnis想着自己在这样的金会队中 应该能够有发挥的空间 但他只在Dinfo打了13场球赛后就被释出 这对McInnis来说相当的受伤 接下来的两年中 他开始的篮球让人一般的生活 先是分别到了希腊及CBA打球 后来又到了巫师队蹲足的版本 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让他发挥属于他的归宿 遭到巫师队舍弃后 McInnis得到了快艇队的10天短约 进而和球队签下了一份合约 当时快艇队阵容少兵缺匠 给了McInnis后场指挥拳 他获得了发挥的舞台 也不负众望的角速了优异的成绩单 他在快艇的第三个赛季 平均上场时间是前面的两三倍之多 而数据也是三倍以上的成长 McInnis成为了快艇队的二当家 在与快艇队合约结束时 McInnis原本信心满满的等着快艇队来向自己续约报价 而且也做好了继续披着快艇战袍的打算 毕竟这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舞台 好不容易得到的归宿 结果期望落空了 快艇队连一张合约都不想开给他 快艇队在暑假从骑士交易来的 新科助攻王Andre Miller 瞬间胜为二当家的McInnis 第一位遥遥欲坠 变得可有可无 成为了只有球员代价而沽 McInnis说 我那个时候才认清楚NBA是怎么回事 虽然球队战机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也在进步中 而且我是其中的主力之一 但球队却连一张合约都不愿意给我 我也别无选择 一切在商延伤不是吗? 之后McInnis转而和拖晃者队签下合约 当时拖晃者阵容青光闪闪 后场有太空飞鼠 Deben Stardemile Derek Anderson Bunzi Wells 专职防守组 则还有自称Kobe Stopper的Ruben Patterson 显然的他得不到什么空间 但是在拖晃者的第二个赛季 Anderson Wales相继受伤无法出赛 突然间McInnis成了后场 除了Stardemile以外最可靠的家伙 也获得了比以往还要多上许多的出赛机会 而他也搅出了相当够水准的成绩 然而 也因为这个够水准的成绩 让他成了交易筹码 和Dario Smiles 互换来到了骑士队 成了小皇帝 LaBron James的后场搭档 考核的是 当年快行队交易Andre Miller用的筹码 也是Dario Smiles McInnis到了骑士队后 将背号改为高中时期穿的0号球衣 他当时说 那代表着他想要重新来过 重新突发 面对 并且突破更多的挑战 他的加入 让骑士队有了冲击季后赛的希望 活力充沛的McInnis 在加入骑士队的前25场球赛中 拿下了17胜8费的成绩 他也让James 在进攻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让他打起球来更加的轻松 可惜 到了3月 McInnis因为肩膀伤势缺赛 骑士也渐渐的在季后赛卡位战中趋于劣势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在McInnis缺赛前 骑士打出7连胜 而在他缺赛后 骑士立马吞下4连败 之后更又吞下了一波7连败 虽然McInnis为了帮助球队一拼季后赛而带上上胜 但伤势明显的影响到了表现 骑士季末也以4胜11败收尾 已经差一场无缘季后赛 骑士队的主体教练 Seven Stathas说 McInnis是个不可思议的球员 他是我们球队的关键人物 而McInnis自己也说 我会跟你说到骑士队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了 教练他不只喜欢我的球技 他也喜欢我这个人 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 隔年 McInnis也依旧是骑士的不动先发控球 球队战机也较去年进步了7胜 但是相当可惜的 依然以一场直插无缘季后赛 连续两年前缺零门一脚的骑士队 在暑假迎来了Larifuse 加上后场原有的Elix Snow后 McInnis的处境显得尴尬 虽然一直都有相当不错的能力 给他时间给他机会都能够较出11分6助攻左右的成绩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需要球权的球员 而且外围投射防守也只有一般般的水准 就这样 在骑士牵下shoes没几天后 加盟了纽泽西蓝网队 加盟蓝网一年后又达转去了三猫两年 之后担出NBA 职业生涯后期伤势一直困扰了他 最后只能选择离开NBA赛场 命运作弄人 明明这应该是最巅峰的时期 却阴伤时的表现大幅滑落 好不容易打出绩效却又未获得原球队续约 在James身边担任副手他表现的十分称职 回过头来看 甚至比后来花大钱挖来的shoes更加适合 迈克尼斯在接受访问时曾经说过 我在NBA生涯中不止一次证明过我的能耐 每次都以为能够在这支球队酒呆 但这支球队也不是卖掉我 或是选择不和我签约 没有什么事实一定的 一切都只是生意 从这边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迈克尼斯的无奈了 NBA有太多太多非明星等级的球员有过这样的际遇 纵观整个职业生涯 麦克尼斯不轻易放弃了个性 让他从第二轮的NBA边缘人到球队的不动先发处理 虽然后续因伤痛而隐退 但正如麦克尼斯说过的 我不会退缩放弃 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的 麦克尼斯说实话 一直都表现得不差 只要有时间都能够有稳定的输出 但是只是稳定而不到亮眼 虽然表现得不错 不过可取代性却也蛮高的 随着年纪渐长及伤势上的隐忧 当自由市场上有更年轻 更有潜力天赋的球员时 就有很大的机会被放弃了 这点老实说跟林素豪的处境十分的类似吧 我是马虎 大家晚安